民主联盟办论坛 请来国民党高丛市长 补权候选人李梅珍 接受提问 女大生麻辣发言 论文是自己写的 还是别人带一起的 女大生问起论文抄袭风暴 李梅珍的表情 从微笑变成名嘴 拿起麦克风 似乎也有心理准备 那时候网路没有像你们这么发达 就是没有办法说 像现在这样就是查什么资料头 那我同学就有提供我一些资料 是绝对没有带写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那时候应该平民行事 强调没有写手论文全由自己来 但扯出有同学提供资料 听在对手而立 她说这是同学之间这个资料 那我想大家会比较好奇 那个同学到底是谁 拿到硕士拿到国士 可是她的那个 你看她处理事情讲话态度 对问题的那种分析逻辑 跟一个正常的一个大学生的学准 还不够 论文的事情已经说过了 那现在距离选举的时间也很短 所以现在努力打拼 把我们的那个政策跟理念 赶快跟高雄市民报告 才是最重要的 回应学生的内容 再成选战对手剑靶 论文爆出抄袭风波 连最新竞选广告推出的这个桥段 哪来的路人啊 你谁啊 想强化选战 遭到攻击印象 却引发和台中市长卢秀燕 竞选时的广告风格相似讨论 卢秀燕的公关公司我不认识 但是我主要是要表达 就是我想保护小孩跟高雄的决心 一连串风波让绿白集中火力 蓝营的选战主轴反而失交 三地球南部综合报导